那么我想问问 姜哥到底能不能有一些方式 避免自己这样悲剧的命运呢 对于我们分析这么多的案情 最终还希望能够落到 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启发 很多人对这个事关注 除了恨这个刘欣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 怕自己成为姜哥 这个道理就跟我们关注一些 恒久不衰的文学作品一样 你看为什么很多人 看五大狼 潘金莲 西门庆 君君乐道这个事 影视都拍了多少回来 因为每一个人 可能在心里头 都有想成为西门庆的想法 都有怕成为五大狼的意识 我们在这个案件 引起如此关注的时候 除了恨溜心 还有一个我们怕成为姜哥 为什么呢 你说姜哥招谁惹谁了 对对朋友好啊 可是最后自己这么倒霉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姜哥 如果要处理的好点 说实情真假人 不交这朋友 是不是这事就能躲过去 我告诉大家 姜哥身上体现了我们现在社会 帮朋友的几个原则 哪几个 这个帮朋友 经常你发现有这样的事 我帮了人了 回头没得到好 反而还做仇了 这种事我相信 咱们每个人 可能都碰到过 没帮我 我觉得我事挺大劲的 但最后 这里有几个原则 就是 这说明这个忙你不该帮 就像姜哥帮留心这事 他就不该帮 为什么说他不该帮呢 不该帮的忙 总共有这么四个原则 我给他总结叫 三不够一大 什么叫三不够一大 自己不够强 这忙你不能帮 对方不够好 这忙你不能帮 交情不够深 这个忙你不能帮 这个事情有点大 这个忙也不能帮 咱们这样 咱们的揉碎的说 掰开揉碎说说 你看自己不够强 咱拿姜哥来说 他的能力 没有到能保护留心的程度 对 因为什么呢 不光是别的 从先决条件来讲 日本的这些法律规定 是挺严格的 姜哥住那个地方 不具备收留人的条件 那个登记人都写 只能担任住 就是他本身 把这个留心领会家 这个事 他就是违背 日本的一些规定了 就是他的住处 是没有资格 留别人住的 因为只能他一个人住 再一个 他是个弱女子 他面对着 已经丧心病狂的 这个男性杀人犯 他没有能力保护留心 所以就是他自己不够强 他以为 我能拦一刀 但对方已经丧心病狂 他没有能力丢 就是当自己的能力 不够强的时候 这样的忙你不能帮 你咱们生活当中 这事多了去了 我往扩散了说 有一天春晚有个小品 郭东霖演的 有事您说话 待会记不记他演的锅子 他没什么能耐 他为了显自己有能耐 啥忙都懒 比方说买火车票 我火车站有人 结果排两宿队都弄感冒了 人家说帮大白菜 没事我帮你忙 让自己老岳父化账成民工给扛上去 最后人说给我整个车皮 行 你这样是不仅不能帮朋友忙 你帮不上 朋友认为你不上心 你装磨认为你有的能力 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 你觉得你帮了忙了 对方认为你没花这么大功夫 所以他对这个也不以为一 你费挺大气 你希望对方有回报 有表示 没有回报有表示 你就有怨气 最后反而你自己把关系能讲 所以当自己不够强的时候 这个忙轻易别帮 这是我说江哥身上第一个教训 自己不够强 第二个呢 对方不够好 我们从现在案情的审理过程看 刘欣 遇事躲 而且一看着前男友来找来 躲到屋里头来 现在调查说他把门都反锁上来 你说这样的朋友 你帮了他来 当你遇到难的时候他躲 原来这个快板 山东快书都有那么一段 山前迷路山后的狼 二畜生结交在山岗 狼要有事 鹿大救 鹿要有事 狼躲藏 就这迷路跟狼结拜 结果你这个狼要有事 鹿过来救他 等到鹿有事 狼躲远远了 你这样的朋友 你怎么交 而且越是这样的人 你帮他忙 他有时候越不领情 反而他认为你应该的 咱们的亲戚里头 朋友里头总有这样的人 你怎么帮他 他都认为你应该的 你把你借的钱 你比我有钱 你那钱 要不你也是花天酒地花了 你给我还能发挥作用 你说这不巴尔郎 自私的一面 人性当中 所以当你意识到 对方不够好的时候 不能帮他忙 比方说 你好赌博 我明知道之后 我把钱借给你 那不是造容他的恶心 你特别花心 明知道这个 我介绍叔叔给你当对象 这就不对了 就当对方不够好的时候 你怎么能帮这忙 你糊涂 所以我说 第一个自己不够强 第二个对方不够好 第三个交情不够深 关系没那么好 就是你俩关系没那么好 你帮着忙 比方说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事 来了一个跟你交情不深的 突然要帮你一个挺大的忙 你不敢接 你想干啥 就交情没到那程度 其实我们也知道 刘欣和姜哥 他俩交情没到那程度 俩人就是老乡认识 范范之酒 这个事意外弄到一块 你直接插手人家 男友女友复合这个事 然后你还把他领家里 这事对姜哥来说有点拖大 就是这个忙帮得有点深 他后来也后悔了 就说有机会还是想让姜哥搬出去 或者他搬出去 但是骑虎难下了 对 所以就一开始你就知道 咱俩的交情到这 不能往深的走 没当成就跟我说 你拒绝借钱 我不借 那为啥不借 有没有钱 有钱 有钱怎么不借 咱俩交情没到呢 我信不着你 直接把底线划出去 所以说这时候 这就交情不够深 这里边咱们以前有很多 活生生例子 很多人看《红楼梦》 知道在那个初中课本里头 博命女偏于博命郎 葫芦僧判断胡乱 甲雨村一上任 碰到一个案子 涉及了老薛 就跟薛潘有关 他想直接秉公办 结果一个牙役冲他几个眼 给他个护身符 假不假 白衣围堂金座马 什么东海缺少白衣床 龙我请了金陵王 什么厄旁公三百里 住不在金陵一个市 丰天好大雪 黄金入土住了点 说这四站你惹不起 给他出主意 你把薛潘给放了 对那家就说薛潘得暴病死了 都给那家补点钱 处理人犯 帮了贾雨村个大忙 可贾雨村回头琢磨了 我跟你什么交情 当天我在葫芦庙里头 你是个小沙迷 咱俩就几面之交 现在你还俗了 成我部下了 咱俩哪有那么深交情 你帮他们给我这么大的礼物 给我出这么好一个主意 而且涉及官场潜规则 涉及诸多隐私 你想干啥 不敢留了 找个机会把这个 牙役给发配了 你反正还惹事 就是交情不够深的时候 不能轻易的去帮着忙 咱们平常说 既会交浅延伸 就咱俩交情挺浅 但我跟你说事 说的挺深 你跟领导得这么的 我告诉你这事 不能谈这个 因为交情不到 回头一转身 他给你告他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 各个单位 底下大伙都骂领导 结果谁骂领导 领导全指的 因为你跟对方说完了 他转身就跟领导回报 这就叫交情延伸 那么交情恩神也不对 就是交情不够的时候 你给他这么大恩 这不对 所以我说姜哥 在这时候有点拖大 这个交情挺浅 他帮忙帮得深 所以你看自己不够强 对方不够好 交情不够深 还有最后一点 这个事情有点大 就大的双方都很难承受 就到最后弄出人命来 这个就以前 我在很多节目里 说过大恩如大仇 好多朋友不理解 说那恩怎么能成仇呢 受人点水之恩 必打永泉相报 那我是别说永泉了 我连点水都报不了 咋办 我见你就欠你的 见你就欠你 我就低着头 时间一长我不愿见你 你总在我面前晃 我就恨你 恨常了 我弄死你 这就是大恩如大仇 天哪 这是人性 这个事情刘欣 承受了这么大一个恩 救命 完了人家还把命搭上了 刘欣承受不了 他为什么躲 就这个恩 他不知道该咋还了 当然这不是说 他躲的一个正当理由 但是这个是他一种真实心理 我该怎么面对人家母亲 我一见他母亲面 你女儿被保护 我死了 你就想想 这就觉得对他来说 一种巨大压力和恐惧 在笼罩着他 所以他很难承受 就是这个事太大了 使双方都无法承受之重 所以从江戈日来讲 他帮这个忙 犯了刚才我说 这三不够一大 大家记住 自己能力不够强 对方不够好 交情不够深 事情有点大 大家记住这三不够一大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这忙就不能帮 所以说这个案件 还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可能过两天 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审判的结果 但是最终我们希望 通过这件事情当中 可以反思到好多好多的东西 无论是人性的 法律的 道德的 各个层面的 所以 梁老师 像这个杀人这种极端的事 我们平常人在生活当中 是很难碰到 可是像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 刘欣在分手过程当中 犯的那几个错误 脱腻带水 不该让步 激怒对方 包括江戈 他在能力不够 对方不好 交情不深 事情特大 前提下 他帮了这个忙 我觉得这些事情 是我们应该从这一起 轰轰烈烈的案子当中 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而这些东西 对我们生活当中 在情商层面 都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 最后呢 咱也做个小广告 我在青天FM那里有一档 这个四大名著 清商课的付费音频 一年156期 我每期都要给大家解决一个 清商事件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 它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所以我也希望呢 我们的网友朋友啊 在关注这些社会事件的同时呢 好好想到 这个事件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能从这个事件里 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这样我们不是紧紧的 在网络上发泄自己情绪 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呢 就更加具有指导意义 所以今天呢 我跟子澹在这呢 把这个事件给大家仔细的理了理 从江哥和刘欣 两个人的层面来分析这个事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呢 多多少少起到一点帮助意义 同时也感谢呢 现在的网友朋友 能够在今日头条的 大唐雷音4号 和今日头条的梁宏达号 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这场同步直播 今后呢 我们在有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能会采用 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今日头条 大唐雷音4和梁宏达号里边 给大家进行直播 希望呢 这样的直播呢 能够和大家积极互动 能够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 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 网友们再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